老婆你有没有看到新闻啊 什么新闻 重大新闻啊 国家都开放三胎了 看到了早就看到了 怎么嘞 那你看我们是不是要响应号召 你看我们连二胎都没生 还不抓紧 你又来了 你又没了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新轩 我老公啊 看到国家出台的三胎政策 又想让我生二胎了 我刚才呢 也跟他争论了一会儿 你们觉得像他这样 能生二胎吗 嗯 我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想想你现在越来越胖了 从结婚到现在都胖了50斤 然后又喜欢喝酒 又喜欢熬夜 又喜欢吃夜宵 我们生出来二胎能好吗 我哪里胖啊 我这个都壮实 我服务生都还能做五六十个呢 你能做五十个 我才不信呢 不信那事实啊 我能做 你就生二胎 那你这要求也太低了吧 好歹再加点难度对吧 你加什么 你这样你背着我做服务生 做这个 做五个吧 怎么样 拿清楚 五个 你说的 嗯 做五个 我们打赌啊 如果你做成功了 我们就生二胎 视频为证啊 你准备好了没有啊 准备好了 你这姿势怎么这么销魂呢 你先上来啊 服务圈不是这样做的对吧 绝不知道 你不要先上来先的吧 啊我先上来 你拿这个手机干嘛 你把它架好啊 再做上来 你老要受得了吗 受得了 受得了 好好好 那我先找个手机加起来 你们看我老公已经准备好姿势了 我们现在开始挑战了啊 我感觉有点害怕老公 你行不行啊 行 坐上来 坐上来啦 你多少斤啊 我100斤 你只有一百斤不只吧 就是一百斤吧 我好像只能 你一百多好吧 一百一啊 你是有 一百零四 一百斤是你说一百 四手五六斤吧 一百斤吧 还没干谁啊 那你把 脚放上来啊 不然怎么做啊 这样怎么做啊 你行不行啊你 行 你没放好 那我把脚放上去 这样 就坐你屁股上 开始 走 走 你一个啊 那你不行啊 就一个啊 谁说的我还行 我是没有活动开 那这样 我往前 踏着停不停 这哥是你太重了 没难度这么来啊 真实的 两个 三个 三个 你这姿势不标准 你这姿势算不算标准 你说 标准 标准 还差一刻啊 那你还坐不坐呢 不坐了 太累了 那就不要了 对吧 嗯 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拍到这里了